时间走到公元一世纪前后 在印度大成佛教运动兴起了 它是怎么兴起的呢 在布派佛教兴起以后 一直延续着以小城解脱为集物的解脱道 但是解脱道在不同的布派内里 得到了不同的解释与发挥 于是解脱这件事情 就在布派佛教中出现了新的思想因素 什么呢 个体和群体的联系 或者说各业和共业的关系 以这种新的思想因素为准备 配合着大成经典的出现 最终通过大成信仰者的推动 竟然在佛教界引发了大成运动 从而与布派佛教彻底区分开 这就是大成佛教的兴起 它的时间点在公元一世纪前后 从大成佛教的分类来看 佛教分为两大类 即大成与小成 实际上我们现在学界有的分三类加上金刚成 有的分四类加上异形成 但是原始的一分只有大成和小成 大成又叫大成道或者菩提道 它的最终目标成佛 小成叫解脱道 最终目标成就阿罗汉或者独绝 那独绝很少提 因为很少有人能独绝 其中小成又叫生文成 因为都是生文弟子嘛 又叫阿罗汉成 或者还有一类叫独绝成 也叫原绝成 但是独绝成是属于自物自绝 这个很难 所以一般小成都是以生文成为代表的 原始佛教时期 就是佛陀在世时期 以及布派佛教时期 总体上都属于生文成 也就是小成 大成佛教看来 就是在大成佛教的历史上看来 小成的解脱道 它在意理的深度和广度上不及大成 它的行为在慈悲智慧方便上不及大成 它的果报 它的果报就是阿罗汉嘛 的功德境界上不及大成 大成是佛嘛 所以大成自称大成 称这个布派佛教为小成 这是一个不客气的说啊 一个文字游戏 就是那个时代肤浅的文字游戏 在那个时代用大成小成这种称谓 企图通过文字上的意义 进行这个优劣的褒贬 然后呢 其实要换一种说法 小成叫内成 大成叫外成 那大成就不干了 或者像中国瓷器一样 小成叫歌成 大成叫地成 那大成就更不干了 包括现在小成一些布派 自称原始佛教 大成佛教就不干了 说你们原始 那我们现代是不是我们就 就就不对了 这实际都是门派之间 非常肤浅 所以对大成小成这个名字的 义理上的评判 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他们早期是非常狭隘的 这种名字取的 今天大成小成的称呼 只是学术称呼 没有叛教意义 它最初是有叛教意义的 当大成佛教的经教传出了之后 激起了布派佛教修学者的强烈不满 就是你凭什么自己说自己就大成了 于是当时就在佛教界大小成修学者 就发生了关于佛教意识形态的争论 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到现在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 学僧 直接否定大成是佛说 对吧 到今天为止 学派里仍然有这种意见 就是说大成只是佛意 不能说是佛说 对吧 佛又不是话唠 怎么可能说过那么多话 但是大成佛教的出现 按历史的角度来看 按毅力发展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按我们政府经常说的话来看 是革命的需要 是人民的需要 是时代的需要 实际上 大成佛教的教理 就是布派佛教 在对世间其他学说批判的时候 兴起的 小成的理论 就理论而言 其实指的是整个解脱道 解脱道 通过修行 三十七道品所设的解脱行 最后正得四地十二因缘 最终灰身灭至 实现无欲依涅槃 这个我们在佛教哲学 九十二课以后会讲到 这个小成的解脱道 而大成菩提道 是通过六度四摄所摄的菩萨形 自立立他 自觉觉他 圆满正德 诸法实相 实现的是无助涅槃 这是二者的基本差别 就是小成是无欲依涅槃 大成是无助涅槃 客观的说 大成对比小成 他们确实在理论境界上 是要高出一层的 第一点 理论的覆盖面更广 小成佛教 所针对之境 就是所缘之境 是以众生为中心的 而大成佛教 是建立在一切法的基础上的 只把众生作为法的一类 摄入其中 建立了以一切法为所缘之境 那这一切法就包括众生 以及非众生的一切 所以说 一个以众生为中心 一个以一切法为中心 众生只是一切法的一类 显然 大成比小成 在佛教的理境上 要更广大 第二点 大成佛教 针对小成佛教 它的理论深度也更深 大成佛教 在理境上 也有全面化 在小成佛教中 诸法实相 是有两个方面的 一个是空相 与众生无我相 一个是涅槃寂静相 寂灭相 到了大成佛教 无我 就从众生无我 深化到法无我 或者在法中 区分出众生后 而成众生 与法二无我 这个我大家听不懂 就听一下 对付着听吧 空相 既静相 深化为诸法的 当体之空相 所谓无相 无自性 乃至无二 无助 无所得 而且还进一步 以空是有 就是在大成 还以空是有 圣意真实存在 所谓法性 法界 真如 不可言说 不可思议 不可比拟 对吧 就是这一段 大家听一听 你可以了 这个如果没有 这个佛教周围基础的 听不懂就算了 对付着听吧 这样大成佛教 他在理论上的微妙 对比小成佛教 确实非常 就更加精妙 尤其是体现在 对缘起的阐明方面 小成佛教的缘起论 一般还注重围绕着 生命的流转与环灭 建立缘起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夜感缘起 这个还是这个初级的 到了大成 缘起是针对一切法的 普遍案例 因为大成是建立在 一切法基础上的 所以缘起法 就针对一切法 做普遍案例 不论有违法 还是无违法 都离不开缘起 最根本的真实 即真如 则为缘起法的实性 听不懂 听不懂这样吧 而缘起法自身 如同梦幻泡影 非有非无 所以甚为微妙 大成佛教的义礼 对于这个 有文化阶层的人 吸引力是极大的 就是它跟玄学一样 你读起来的时候 就自己没事 想着想着 你自己都陶醉 哎呀 这个怎么想的 这么精妙呢 它就 它比小成明显的 有这个思想性的优势 而且 大成思想 是由大成经教 最初显示的 又经由大成的 论师组织 开成了系统的学说 就是它整个 整理成了三大套系统 大成思想 从理论角度上 它是分三类的 第一类是谈空类 谈空类是以 般若经为代表的 这是大成第一类 大成思想的第二类 是谈空后 显 真如类 就是不光是 谈空是有 它是 大成的第二类 叫谈空是有 是谈空以后 所显真如 是以佛性如来藏 为经类的一大类 大成思想的第三类 是谈三性类 什么叫谈三性类呢 就是遍际所值性 一它起性 和原成实性 其中 以一它起性 作为原起性 而针对空 设遍际所值性 又针对真如 设原成实性 那这就是大成佛教的 最终那个阶段 属于瑜伽行经 即维时类经的 这些不仅包括了 诸法实相的 不同层次的显示 而且包括了 唯实观和非唯实观 所设的思想 但是一般而言 后两类思想 就是我们说的 谈空是有的 佛性如来藏思想 和谈三性的 遍际所值 依它起原成实 这种思想 在印度是不分的 我们中国分 但在印度 本身是不分的 而且它是以 瑜伽行类 做总设的 因此 它的最高真实 都是真如 我们中国 把它分得很清楚 但在印度 他们是不分的 最高真实 都是真如 大成的理论境界 又指导着 大成的道行 大成佛教的 核心特质 就在于 它的道行 既大成道 又叫菩提道 所谓成佛之道 大成佛教讲 是通过 转时成至 最终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即大菩提 或者通过 灭尽杂染 最终成就 大解脱 或者通过 转染成静 最终实现 无助涅槃 这都OK 这几种形式 都OK 转时成至 也OK 灭尽杂染 也OK 转染成静 也OK 但是他们的 最终正的不一样 大菩提 大解脱 和无助涅槃 走上菩提道 到最终成佛间 所有修行的这些众生 就是在路上的 我们这些众生 都称菩萨 智慧 慈悲 双运 而自立立他 自度度他 所以叫做 菩萨道 与此相应 一切达到 达到佛果的修行 都叫菩萨行 如何来修行 菩萨道呢 我们说 大乘的这个道行 叫菩萨道 那如何来修行 菩萨道呢 有步骤 分三步走 第一步 叫发起 大乘道行的发起 首先要求 对佛法僧三宝 进行皈依 以及对菩提心的发起 就是大乘的发起 叫菩提心发起 菩提心 乃成就佛陀的誓愿 以此誓愿的修行者 才能称为菩萨 或者菩萨行者 因为从大乘佛教看来 我们前面就说过 大乘是从什么 他从什么思维来的呢 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在大乘佛教看来 众生乃至一切 都是在缘其法治中 它是相互关联的存在 没有孤立存在 你个人解脱 你个人不可能孤立存在 你是与一切缘起法相关联的 因此你个人解脱成佛 这绝非孤立世界 如果不谈众生 就谈你单崩解脱 你单崩成佛 不可能 换言之 成佛这件事情 必须在众生的互动之间来实现 这样 任意众生要成佛 必定要有度化其他众生的功德 否则 你没有度化其他众生功德 你凭什么成佛 所谓成熟他众生或他有情 这反映到菩提心上 就要求两个维度 哪两个维度 即自度而成佛的誓愿 以及度他而成熟他众生的誓愿 就是自度的誓愿与度他的誓愿 这两个维度加起来 就是殊胜的菩萨精神 而在此意义上 才有菩萨行 才有菩萨行者 才有菩萨 菩萨又分为两类 为正真实境界者 称凡夫菩萨 我们也可以称别人菩萨 以正真实境界者 我们称真实菩萨 在原始佛教时期 菩萨是指佛陀前生度化众生的称谓 那是成佛的最后身 那是佛的名字 在成佛这一生的最后身叫菩萨 比如希达多太子 到了布派佛教时期 菩萨的含义就有所放大 比如在阿比达摩论中 凡发心成佛者皆可成菩萨 这已经接近于 就布派佛教的经典的含义 已经接近于大乘菩萨的含义了 菩萨行者 所以行菩萨行 广大无量 主体叫做六波罗蜜 即六度 所谓布施持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波罗波罗蜜多 意思是说 作为方便之州 能将众生从生死之海的此岸 渡到无助涅槃的彼岸 称之为渡 即波罗蜜多 在大乘佛教中强调的这个六者 就是布施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波罗六者 他要称为波罗蜜多 他必须与波罗波罗蜜多相应 否则就不能指向佛国 所以常常将成佛之道统称为波罗波罗蜜多 即智慧到彼岸的意思 或者磨合波罗波罗蜜多 即大智慧到彼岸的意思 这就是第一步发起 发起之后是第二步 第二步叫道次第 什么叫道次第呢 大乘道 他作为菩萨道 他很显然是一个漫长的 艰难的 自立利他的修行之道 就像我们说的似的 再回来一世一世的 才能成就佛国 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呢 三大阿僧启节的时间 那就无数的长 不停的载回来 就是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误解 说一个人怎么能度众生呢 你这一世度一人也是度众生 这就是大乘道的精神 因为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大乘道作为一个过程 他就有其道次第 这个道次第就是 就道阶啊 就是所谓五位实地 什么叫五位呢 又叫武道 就是说一切众生 所修行成佛的道次第 资良位 家行位 见道位 修道位 究竟位 实地呢 是指真实菩萨成佛的道位次第 是五位中的一部分 包括见道与修道位 即欢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宴会地 吉南圣地 现前地 远行地 不动地 善会地 法云地 在五位中 资良位 与家行位 统称为 善解行位 就是凡夫菩萨位 菩萨行者 从出发心开始 就进入了资良位 由私会 家行 最终可获得真实智慧 就成为了真实菩萨 转而进入见道位 进入见道 即进入了菩萨出地 随后 进入修道位 以真实修 经历九地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十地 经历九地 即第二地 到第十地 最后 由菩萨十地 经金刚预定 进入究竟位 最后 到佛地 成就佛果 实现无助涅槃 这就是 第二步 第三个步骤 叫三乘归一乘 什么叫三乘归一乘呢 在大乘早期经典中 根据众生发心的不同 是有三种果位 可以证得的 第一种是阿罗汉果 第二种是独觉果 第三种是佛果 这意味着 他给小乘行者留了机会 允许小乘行者 在适当的条件下 回晓向大 改发大乘菩提心 从而走上大乘的菩提之道 如此 三乘皆设为一乘法 根据大乘的理论是说 大乘是直通佛果 而阿罗汉 独觉是取通佛果 要回晓再向大 根据后来大乘佛教自己的经典 众生所发不同的圣道心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圣道心呢 是因为众生有内在不同的圣道之音 因不同 当然果就不同 既然众生皆可成佛 那就意味着众生内皆有成佛之音 但这个成佛之音又不同 如此成立的概念就是佛性 如来藏 佛性这个词 如果我们站在果报这个角度去讲佛性的话 是指佛体 就是说 你的果报是什么 佛性 就是佛体 佛体就是佛性 这是果报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过程里 站在众生的角度谈佛性 那就是众生成佛之音 就是众生现在谈佛性是音 如果成佛了的果报 那就是佛体 因此佛性这个概念 对于成佛这件事来说 因果一体 就是说 你站在众生谈佛性 就是因 你站在果报谈佛性 就是果 就是佛体 因此因果一体 而如来藏 就佛性 就等于如来藏 如来藏 则是众生身心中都藏着的佛体 不论是佛性说 还是如来藏说 都认为成佛之音 是整体性的 因果一体的 这是大乘佛教 一部分流派的看法 在另一些 大乘佛教的经典中 不是这么看的 他们主张成佛之音 是种性 什么叫种性 种子的种 就是成佛的音 是一类无漏种子 无漏 漏是佛教一个专有词 无漏种子的结合 这就是大乘佛教最后一派 瑜伽行教经典 主张的成佛之音 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大乘道行的三步 通过三步 发起道次第 三乘归一乘 通过道行 直达大乘的果报 是什么呢 大乘果地 大乘的果地 很简单 佛地 大乘的果体 是大涅槃性 即无助涅槃性 而显示其向的是通过大解脱 显示其圣用的是大菩提 而大涅槃性 则是通过常乐我敬觉 五项显示的 这就是大乘果体的逻辑体系 听懂了吗 我可以再讲一次 大乘果体是大涅槃性 即无助涅槃性 它是由大解脱显示其向 由大菩提发起圣用 而大涅槃性 是通过五项显示的 常乐我敬觉 这样 大乘的理论 大乘的道行 大乘的果报 就完整形成了 大乘的理论框架概冒 大乘的理论框架 大乘的理论框架 大乘的理论框架